当然看到了林洋佩勇夺金牌 很多人都开心的睡不着觉 也许你昨天晚上会发现脸书已经大洗版了 其实你今天如果搜寻浏览器Google的话 都会发现他们也在为两人庆贺 你只要跟王麒麟的名字 他就会跳出花束的图样来让你点击 事实上王麒麟也透过脸书表达 他真的很不敢相信真的做到了 总觉得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显然他晚上又不睡觉再当海巡王了 林洋佩多金王麒麟脸书发文直呼 到现在还觉得是场梦不敢相信 两人真的做到了 感谢球迷和家人支持热爱 两人球场互动 球迷更关注 女网友发文询问王麒麟在14比18失分时 是不是有爆出口 等了一会儿之后 王麒麟坦率认证回复 有啊 逗趣举动 笑翻网友 雨秋黄金男双林洋配五环电糖再度摘金 不止全国欢腾 连社群也疯狂 打开Google浏览器输入 李洋王麒麟 页面先是跳出一道小金牌 下方滑鼠按钮 只要你手速够快 狂按猛按 就能洗出一片花海 跨海向 令洋喝彩 谈刃狂点鲜花送祝福 社群效应延烧 李洋王麒麟的IG更突破43万 追踪人数粉丝 挤爆社群来跟台湾之光互动 提坦各路好手也 送上祝福 皇帝黑字送祝贺 台湾羽球衣姐代资影 紧盯赛事 林洋夺金后 马上发文只喊 林洋配实在太强辣 提坦旋风更收向 演艺圈 艺人亮着就发文 说出所有台湾民众心声 谢谢林洋 谢谢我 活在有你们的时代 投出经典球场 圣杯照 艺人 杨小离喊金牌 二连霸 紧张刺激比赛 连自己也非常感动 林洋 汪淇淋缔造了 我国奥运 羽球男双十五千里 非凡记录 也让所有台湾民众 度过难忘的 巴黎奥运 东森新闻 王国林较武宏 台北采访报道 男总奥运金牌 成功未免的 当然很多人开心之余 妈妈感动的心情 可能很多人是无法想象的 林洋妈妈开心受访 也投落了 她的慈母心声 她哽咽地说 有李洋这个儿子 真的很骄傲 而且她其实呢 有偷偷地流泪 毕竟呢 一路上一直看到 这跌跌撞撞 所以呢 她也希望儿子的 退休生活活 能够过得惬意 惊人爆发力 这是李洋中学练球画面 从学校羽球场 打进五圈殿堂 李洋配金牌 未免成功 李洋妈妈开心到 整晚都没睡 放完便宴泡以后 就是情绪还是 一直都很澎湃 所以就整夜没睡 看别的比赛 从不被看好到夺金 逆境中前行的金牌路 李妈妈点滴在心头 最难忘一刻是 梁高卧时 脚严重受伤 脚受伤的话 你脚一动就痛 每天要泡澡 所以她压那个 那个握力器 她很厉害 她就是抱了梁子癌 老师多年才出头 大只鸡板堤踏上运动员最高殿堂 李妈妈进头前 罕见吐露 慈母心声 李洋妈妈很感动 妈妈以你为荣 以你为傲 你这一次又拿了金牌 非常非常的难得 非常不简单 妈妈其实有偷偷的流泪 接下来你的退休生活 我希望你过得非常的惬意 李妈透露李洋大哥小时候 有奶奶帮忙照顾 生李洋后 他才辞掉工作 全心照顾家庭 相对父亲的眼里 李洋总能在母亲这 感受到温柔支持 我生了李洋以后 就是为了母奶 五十六天以后 我就每天在那边想李洋 我就问我老公一句话 我说老公 你可以养活我们全家人吗 他说可以 我说那我 我不要上班了 一家人正等了金牌选手回台 共享天润之乐 年底计划到日本北海道玩 李洋佩连续两届奥运夺金 卸下雨潭空前记录 真的是十年寒窗苦 鲤鱼跳龙门 家人也鱼有荣烟 东西文章神马恩凯 在台北采访报道 看到林玉婷受到的委屈 也许你也希望呢 可以替他帮这个比赛当中来加油 但问题是 你想要看比赛没有那么容易 很多人都抱怨说 我不花钱看得到比赛吗 因为在国内 想要收看转播管道 蛮有限的 大部分都要在付费的特定平台 才能够看得到 事实上这次 获得转播权的爱尔达公司 拿了政府八千万的补助金 所以有人就质疑了 那政府也补助啦 而且呢 连中华电信呢 都有金元 那为什么还要反过来 向我们观众收费呢 这样根本不合理 2024年巴黎奥运是这一年度 全民的最大盛事 但众所皆知 这回转播权是由爱尔达拿下 他们以五亿元的权利金 取得了这次的转播权 但其实政府也明确地补助了 八千万给爱尔达 但最让人打上问号的 是政府补助下 转播不平权又不普及 甚至还要向民众收费 那是什么意思呢 与其就单单纯纯补助八千万 给特定媒体 去让他去做报道 倒不如所谓 我觉得这个收视平权 变成一个全民运动 有了政府补助的爱尔达 播放的平台 就包括了中华电信的Hemi Video 但在使用上 很多民众遇到了转圈圈 收讯不佳卡半天 一不小心一两颗球 就这样打完了 转播品质如此 为何不真正落实转播平权 才能让全民团结一心 重现守在电视机前的景象 却连最基本的奥运国手的比赛 我们都不愿意用一般的公共电视 来全面帮我们的国手做转播 爱尔达得到了政府补助 又向民众送费 难免让人感受很差 不过爱尔达董事长 陈玉军就说绝对没有垄断 而中华电信董事长 郭水毅也说绝无垄断 没有中华电信 一定要得标的说法 虽然这么说 但现实就是想替我国好手加油 你就得转到爱尔达 才看得到 其实回过头看 爱尔达是在台达电的支持下创立的 即便受到了党政军条款限制 中华电信推出爱尔达股东行列 如今却因参与 转播巴黎奥运陷入争议 我国好手在海外传来捷报 不少国人想问 钱堆起来的高墙何时能被打破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现在赚最多最快的应该是诈骗集团吧 大部分可能有在看新闻的人都知道 租屋诈骗要小心 不要先付钱再去看房 但问题是外籍生病不知道 尤其他已经快开学了 还没有找到房子 当然非常非常的急 就这样被骗走了一万四 房间色调简约明亮 厕所未遇也近乎全新 这像民宿一样的独立套房 一个月租金只要七千块 有学生看了超行动 先付了两个月的订金约看屋 结果到场苦等半天才知道是诈骗 摸摸鼻子跟朋友上情局报案 一名卫星大学生从租屋社团 联系上假房东 对方声称前面有五个人等看屋 只要先交两个月的订金 就可以拿到优先顺位 房子开了不满意 还可以全额退款 微信学生不宜有他 为了一万四跟对方约看房 五号当天到了高雄 却惨遭对方封锁 我觉得我跟他要他的身份证 是好难下 他有转病 所以我怎么才会转过去 我就问 就是楼下的附近邻居 然后他说是诈骗 就是因为 他说也有人来过这里 然后其实人都一直都没出现 就是一点太急的过头 然后就是主要就被骗 因为昨天也有那个 一个妹妹也是学生 他在问他有跟他妈妈来 跟他妈妈来 他说一万四 我说那是诈骗 他那应该是惯犯 楼下的店家也说 这一段时间确实有人受骗 跟微信学生一样 到场苦等不到人 就连房东也相当困扰 因为房子已经多出去一段时间了 都满了就对了 对啊 今天找到那个小朋友 花那个照片给我 他那个房子也不是我的房子啊 看房子之前就要你付任何的金钱 其实都不是正常的 一种租赁的行为 诈骗集团或许就是看准 这些八月还没找到房子的学生 利用他们着急的心态来诈财 也切记没看到房就要先付订金 再好的物件都要小心 东森新闻 崔文沛在高雄报导 我都未经订的货帐